進出營區要量體溫 宜蘭金六檢疫區傳出一名新兵 用餐出現味覺異常 填鹹藏不出來 立刻通報送到醫院採檢 這名新兵體溫偏高 但沒有發燒 也沒有呼吸到症狀 疫情中心回應沒確診 不會疫調 也不針對疑似個案說明 但確定的是又出現不明感染 原個案 日籍工程師六月十五號入境 臺灣二十九號完成居家檢疫 三十號到八月一號間 都在北部某公司工作 八月一號返回日本 卻在機場採檢驗出陽性 緊急匡列接觸者八十人 其中居家隔離三十六人 有八名已離境 不需採檢 另外七十二人核酸已採檢 七十一人 三十九人陰性 抗體也採七十一人 三十三人陰性 不過有好消息 日本女留學生和太奇 一工相繼反國確診 疫調查不到感染源 採檢所有接觸者也都陰性 疫情中心綜合研判宣佈結案 而比利時工程師採檢了四百六十一位 還有一部分 結果未出爐 沒有所謂吃案 吃案 我現在就中毒了 吃了這麼多COVID-19 那也糟糕 但專家用確診時間和病入量 反推 推估比利時工程師 至於在六月二十到二十六間被境外移入個案感染 對此疫情中心強調 若是本土個案 絕不會吃案 但連續幾例查無感染源 國軍新兵又傳出疑似症狀採檢 結果八月八號出爐 都為國內疫情填便術 下期有追求遊戲 台北島